大家好,我是阿玉 天气一冷,我家经常会做这道汤 做法简单,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一根老丝瓜 用刮皮刀修掉外皮 修好皮之后,清洗干净,去掉头尾 然后将丝瓜切成滚刀块 切好的丝瓜放入到大碗中 加入一勺的食盐,用清水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再来准备一块猪肉 最好用嫩一点的猪肉 梅花肉或者是猪前腿肉都可以 将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或者切成小醋条都可以 切好之后,将肉片放进大碗中 加入食盐 胡椒粉 再来一点料酒 生抽 用手将它抓拌均匀 腌制一下,让它入味 再来准备一点大蒜,用刀背拍一下 拍好之后,将大蒜切成薄片 再来切一点生姜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锅烧热,加入一点食用油 下入生姜和大蒜,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然后下入丝瓜,接着翻炒 炒大概20秒左右,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猪肉爬到一边 加入红薯粉 它们的比例是1比1 然后用手将它搅拌均匀 稍微拌匀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开水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增加 边加边抓捏 用开水能够让红薯粉更好的挂浆 最后捏成这种非常粘稠的状态 锅里水开之后,调最小火 将肉块一片一片的丢进锅里 火后千万不要大 以免将粉浆给冲散 这样的话汤汁就不清澈 全部下好之后,放在锅里等待一分钟 然后再用勺子轻轻地搅拌一下 完全定型 再开中火 煮2-3分钟左右 调入食盐 再加入一小把枸杞 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丝瓜滑肉汤 非常的适合秋冬季节 来上一碗,暖暖的 丝瓜非常的鲜 滑肉 入口即化的感觉 真正的营养又美味 而且颜色搭配也是非常的好看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长安点赞功能 关注我 解锁更多